今天早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 本期节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84年12月 还应提北京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香港回归 香港历史也写下重要一页 今天开始 香港正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明年 香港人就会见到 港府推行的代议政制开始实施 而基本法的籌備工作也會全面展開 另外香港政府領導層本地化也會逐漸出現 不過經濟方面的轉變就不會很明顯 但是都會因為中英貿易可以預見的增長 而產生若干的轉變 對香港人來說 1984年12月19日這一天 模擬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至於在這幾年來 跟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的 中國政協港澳區委員何世柱 對這一種關心政治的形勢又怎麼看呢 我們也不能夠行錯 所以就要很審慎 對於是公民教育 大家認識民主 認識著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監察制度 認識我們政治方面 是比較更加認識多一點 現在開始實在是要參與 實在大家應該要花點時間 在民主意識那方面要學 亦都要令到我們後一代都應該這樣做